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管阶新闻 我是管中祥 虽然前两天这个同婚法案在立法院表决的时候 雨过天晴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种讨论争议 终于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虽然是雨过天晴 可是说实在的 现在在我们嘉义这个地方 还是在下雨 所以待会如果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 你听到雨声 那其实都还算是一个蛮正常的现象 但是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当然这是我自己把硬凑的 就是同婚合法法案过了 可是后面还有非常多的路要走 当我们在谈这个后面非常多的路要走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决议司法院试制第748号检释 实行法草案修正通过 赶在同婚立法524大线之前 立法院三度通过司法院试制第748号检释实行法 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 三度通过婚姻平权法案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的国家 大家凭着正向的能量一起渡过难关 终于看见彩虹 法案通过并非朝野都满意 国民党团就认为 在还没有取得社会共识的前提下 就通过同婚专法 是霸凌去年底765万的公投者名义 民建党团以人数优势 让部分关键条文顺利采用再修正动议版本 法案第二条将原本正院版敏感的同性婚姻 改为相同性别之二人 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 而修法关键第四条情势要件 是让同性伴侣可以向护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而且国民党团有七位立委投下赞成票 同时也通过第20条寄亲收养 让同志可以收养伴侣的亲生子女 法案三度通过之后 弄蔡英文立刻在脸书上po文 恭喜同志朋友获得社会祝福 也霸气喊话 说四年前自己就已经说过支持婚姻平权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说政治的重点不是让多少人崩溃 是让多少人幸福 在同婚专法通过之后 随即要面对的 是5月24号开放同性伴侣登记结婚 议政部表示护政机关会做好准备 今明两天完成护议证系统之后 我们也会做测试 所有同志朋友在5月24号就配合专法的通过施行 法务部则说明依法规定 同性伴侣在亲子关系是准用民法寄亲收养 而遗产部分则是互为法定继承人 如有争议解决则适用家世事件法 国内婚姻平权在同婚专法过关之后写下心理成碑 各行政机关也已经展开阴影 我一直觉得法案通过其实虽然困难 但是相对之下也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政治力的这种展现 以及这个价值的选择 可是说到价值 其实很多人他打从心里面 并不认同这种所谓的同婚的价值 因为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华人文化当中 或是东方文化当中 这种传统的一夫一妻的这一种观念 一男一女的这个观念 其实生殖在很多人的心里 当然有一部分跟这个教会的这种所谓的社会动员 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 所以其实法案过了 可是在这个社会能不能够接受 这个社会到底能不能够去接纳 在这种所谓的过去跟过去婚姻制度不一样的 这种所谓的结婚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同性婚姻 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打从心里面认同的话 其实法案过了 那个冲突隐约都会存在 甚至都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某些的歧视 某些的暴力可能都会隐隐的出现 但是很重要是至少法案过了 再往前走一步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文化社会 以及甚至政府的角度来看 刚刚谈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要去思考或者是要去解决的面向 我想作为一个执政党 或是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立法委员也好 或是所谓政府官员也好 或是整个行政体系也好 他必须能够花一点时间 在这个所谓的社会里面 去不断的告诉大家 或是所谓的性贫教育的推广 你反而是更重要 不管是在中小学当中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社区里头 甚至可以直接到教会 到不同的宗教团体里面去进行沟通 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同婚 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败德的事情 并不是一件所谓的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 甚至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所谓的一夫一妻 应该一男一女的这种所谓的婚姻的方式 其实也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种选择 不过说实在 这必须要是花一点点时间 可是我在这边也要去跟教会的朋友分享一下 我相信教会朋友非常清楚明白这样的道理 因为圣经里面不只要我们去爱灵舍 也要爱我们去爱仇敌 那圣经是所谓的一个爱与包容的 这个所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 或者是神域有上帝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上帝的话 即使你真的认为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真的认为是一个仇敌的话 从回到圣经的角度 回到上帝话里面 其实都必须先从爱这个角度去做出发 而不是打从心里面就是一种反对 或者是排斥 我想尊重差异 认识彼此 看见彼此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毕竟上帝创造每一个人 并没有把每个人都创造成一模一样 上帝创造每一个人 也没有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思想 或者规定你必须要相同的思想 这一种所谓的多多的了解社会 多多的了解这个社会里面不同的价值 我想不管是做一个人 或是做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可以去去试试看 我们开始用爱这件事情 来去面对这个社会里面不同的人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 在上次公投当中 除了这个同婚议题 必须要往专法这个方向去走之外 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性贫教育 其实跟同婚议题是一样的 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有关于性贫教育的认识跟理解 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资讯上面 在过去灿烂时光会客室 其实也做了好几集在谈性贫教育的问题 我想做公共讨论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正确的资讯 或做所谓的社会批判也非常重要 就是所谓的正确的资讯 如果没有正确的资讯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难去进行讨论 而我会觉得在这个有关于 性贫教育的这个议题上面 也充满了一些非常不正确的资讯 所以性贫教育为什么很重要 它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性开放的教育 它其实是一种所谓的性解放的教育 而这个性解放不是但你同意 我们刚刚谈到一个所谓性开放 而是对于所谓的观念 这种观念其实是对于所谓的差异的观念 不同人的观念 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并且是尊重的 就好像我们曾经访问过严正方医师 他其实也提到说 在美国曾经有做过这样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 如果这个地区是做所谓的性贫教育的话 这个地区的学校 它的这种所谓的霸凌的情形 相对之下是会比较少 而让这一个生活里头的 这种各式各样的冲突 或是歧视或是不理解 它是都能够去降低 甚至可以去做某种的学习跟理解 同分虽然过了 还有很多文化的议题 特别是有关于教育的问题 特别是所谓性贫教育的议题 更需要我们持续去关心 好 接下来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一个 谈了好久好久的一个议题 就是有关美丽湾的这样的饭店 是不是会再度复活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山源海湾曾经是台东人 每到夏天来细水的海水浴场 但14年前 县府和美丽湾业者合作 开发度假村 因为环平违法 不能营运争议至今 业者请求仲裁 要县府赔偿12亿元 终止开发合约 现任的县长饶庆林 接下了前三任县长 留下来的这个技首问题 如今也进退两难 向县议会报告 请向希望争取厂商继续礼约 因为县府无力赔偿 当地居民认为 最好拆掉美丽湾度假村 还原成海水浴场 而环团也反对继续履约 因为业者违法开发在先 更不应该向台东县要求赔偿 还原我们原本自然的环境 这样子才是我们永续发展 吸引观光客的最大的资源 违法在先 那法院判决也认为说 这个是不受信赖保护原则 县府表示 美丽湾度假村业者提出 宗旨与县府合约的赔偿仲裁 预计今年八月就会有结果 但环团认为 县府现在应该要认真准备打赢仲裁官司 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呼吁县府应该在仲裁中 尽最大努力确保县民权益 切勿放水 记者张明哲 不得不承认 这个美丽湾饭店 其实可能真的会让台东县政府 背下一个很大的负担 但是坦白说 就是在过去 美丽湾饭店能够去进行环平 甚至在多次的试图闯关的过程当中 台东县政府的这个角色 也是非常可疑的 就是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县府 其实在跟环保跟开发之间 其实很清楚的 它大多是站在一个开发的立场 那这几年其实我到了台东很多次 那包括前几个礼拜 我还去台东 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大家会看到跟着小管去旅行 我们去介绍了 这个台东的这个南回医院 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 当然我们去台东 一定会去台东的海岸去游玩 可是如果你去海岸游玩 其实一定会被这个美丽的风景给吸引住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到了台东之后想要留在那边 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非常高 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 可是当你想想一件事情 就是原本这个海岸它是一个公共的 是每个人都可以所谓的去享受 去接近自然 去享受这个阳光跟沙滩 可是突然间有个饭店挡在前面 就是住我们常常讲说 在河岸第一排 这是所谓的海岸第一排 然后有一个饭店挡在那边 然后它事实上就是把后面的所有的景物 看景物的这种所谓的视野也全部挡住 但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它居然变成是一种所谓的公共风景的这个私有化 这公共风景的私有化 其实不但是会造成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亲近自然 或者是把这些公共资产变成是私人的获利的工具 但是其实更大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整个的环境影响评估 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所谓的伤害 而这也是台东美丽湾海岸这个所谓的美丽湾饭店 一直被正义一直被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一件一个非常可疑的这个事情 所以公共资产私有化 那这个其实是不太能够被 我其实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另外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 是不是能够带来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就业的机会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台东很多 其实比较著名的这种观观饭店 或者是观观景点 甚至我其实也去访问了一些台东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协助是有限的 而且大多数都会还是做这种所谓的 比较相对之下没有保障的底层的工作 对于台东的整个的这种所谓的就业这件事情 这个就业不是只有有工作 而是让这个整个台东的人能够在经济上面 有不同的思考 或者在经济上面有不同的学习 甚至它不是一个基层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管理人员的这种机会 其实相对之下也是不多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真的也不期待看到这个美丽湾饭店 再次的矗立在那个地方 虽然我就是在甚至开始营业 虽然我去台东的时候 几个礼拜去台东 哇还很讶异 这个美丽湾饭店居然还在 很多朋友也是非常讶异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这件事情赶快解决 让这个海岸回归给自然 让这个所谓的自然的景观 不再是有话 回到它公共应该有的样子 好 接下来的这一个新闻呢 是有关这个香港的这个议题 黄之锋再度入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道 反对送中恶法 反对送中恶法 昨天这次面证话 香港政治秘书典吴智峰 立即香港国庭协议 听破行结果战争 会有大家记得 何山记兵的政策 也再次做反对最后 都反掉了修法 今天我们在香港的高厅室 明天我们会在中国的高厅室 在中国的高厅室 吴智峰16出庭 是因为比较在两千块14年 核山温党期间 做了计划令员 在旺角进行清廷 去年香港国庭协议 采定以描写 发展嘴苗行列 破三国家 以不可取消授 在国庭6天后 以1万港元保识 现在经过一年四国家 香港国庭协议 16的到采定 过如安排那段时间 吴智峰今天18日 跟兴起收睇到两国家 并且靠度进行国庭的6天 严谷下令爱 四三日去赶紧 吴智峰买了 坐中间离家 离开发言 这是他第三遍被抓起来 香港总体宣言说 将会跟吴智峰 都能是不是拿上手 在吴智峰 心心凉凉的 都返丢了修复 日前在立法会 因为发明 转立对抗建制派卡关 外团交付 上京十七 在这第九台会 会后二头三头 外地的 七个立法会 收会进行通过 对许多香港的朋友来说 香港的政治 其实是日益的紧缩 那的确也是如此 黄之峰再度入役 其实我在看相关的一些报道 我真的觉得 这几年对黄之峰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长 你也许在看他 在反国教运动当中 还是一个 说实在的非常冲动 或是甚至有一点点 这个屁孩的样子 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的 越来越成熟 整个思考会更广泛 更具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深度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慢慢地造就出 这样的一种政治的思考 或是造出 造就出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行动者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香港的 这样的日益 日益受到中国的 这种所谓的压抑跟紧缩 其实也代表的是香港的民间社会 是不断的这种反弹 甚至慢慢地养成 一种对政治的这种 所谓的高度的参与 而不是一般人会说 所谓的政治越来越冷漠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反送中的条例 又把这些所谓的逃犯 送到这个送回去中国 这个议题当中 你会看到 哇好多香港的朋友 走上街头 这也是在雨晒运动打压之后 再一次的这种高峰 我觉得香港外来要怎么走 当然是香港的事情 也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事情 因为毕竟 它曾经是一个 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这个地区 那当然它是不是 在中国的统治之下 还能够维持民主 我觉得大概是很难很难 像过去一样 可是香港人的生命力 香港人对抗 这种威权的决心跟反应 我相信它绝对是越来越强 这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叫做 打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